国际领袖基金会ILF今天是在圣马利诺举行了记者会 宣布在2015年的暑期公共事务实习计划 从今天正式开始接受报名 被选入这个计划的选生将会前往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机构 白宫以及国会参加实习十个星期的公共事务实习计划 从中学习到美国政府系统的第一手知识 国际领袖基金会洛杉矶峰会荣誉会长孙晨小明表示 ILF洛杉矶峰会主要培训洛杉矶地区15岁到20岁的青少年 使他们能够在华盛顿受到培训 也能够使他们提早加入这个领域 国际领袖基金会执行长董纪林表示 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显示出华人 在参与美国政策方面仍然不够积极 他希望两年之后的总统大选里 会有更多的亚裔年轻人积极参与投票 他又表示国会领袖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要提高华人 在美国参政以及参与政策决定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国际领袖基金会的这个整个的目的呢 就是要提高华人呢在参政方面呢 还有参加这个政策方面的决策方面的呢 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国际领袖基金会每年暑期都会选拔 约30名杰出的亚裔大学生 前往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机构 白宫及国会参加10个星期的公共事务实习计划 被选入此计划的学生还将在周末期间 参加国会山庄的领袖才能参加的银桃会 学习发展人际关系的技巧 曾经获得这一机会的首都华盛顿实习者 Jonathan Lee以及Taracra都表示 他们通过这个实习计划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 能有这样的经验对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的帮助 2015年暑期公共事务实习计划 现在开始接受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为2015年2月1日 天下卫视记者马骏采访报道